不要就是对别人愿对嘛 愿恨 然后让自己就是心里比较平静的部分 那就是我朋友他有跟我提到说 他说这样子你好像就是没有对你的脾气 应该说好 就是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就是你好没有有一个出口 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可能好啊 就是你要对你的情绪 可能在内心的内化 对 然后他会觉得你这样子好像没有脾气 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出口 这样子好像是不好的 对 谢谢 你找到平静 他没有找到平静 那那是谁的事 他可以继续去过他认知的生活 他可以继续让他的脾气 去发现 但是要问的是你想过一个什么 我没有说他不对 我一直在讲 你要怎么活都可以 有一些人提起来了去喝酒 也可以啊 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就是这样啊 不会因为我赖配侠说不可以 他们这些人就改变了 你没有啊 你的朋友可以那样做 如果他认知那样才有价值的话 能吗 但是重点是你呢 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最起码我知道我不要够那样的生活 我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了 我不要像个猴子一样 别人爱我一下 跟人内心那样 别人忍我一下 跟人内心那样 跟猴子有什么两样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可以超越 那一份平静 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修炼 所以我学习 因为那是我要的 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 不要发提气 因为对某些人来讲 他不发提气 他真的会死掉 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 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 还有哪个问题 您好 您好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 这个当中你收到 就是 在做 就是在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感觉 好像对他家族的感觉 因为他这个部分的物件 只有经历到不能 就是 我妈妈会比较能够亮点 但是我现在想问的是另外的问题 是我目前觉得 我想要去面对的就是 我和爸爸的方式 因为 就是 我觉得 从小到大 就是我爸 会没有对人家里 负责任 然后也是刚好老师 提到一些毒鬼 或者是浩士兰做的人 那类的 那个角色 那 我曾经想说 我 呃 我曾经去找一个自己 然后我发现 是不是 我觉得 因为他没有负责任 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 赚钱的男家 不是因为他主要害我家里 呃 经历很多苦难 所以我就不爱他 然后我发现 这样是不是我对他爱 是有条件的 那当我去想说 好那我要无条件的爱他的时候 我可能看到他 就看到他在 可能在看那种 迁堵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我无法爱他 就是 呃 对然后 我可能我最近一直觉得 我应该要去面对 我心里 对 我心里 我心里和我爸爸的关系 这件事 就是我不知道 什么合作 然后想听 看到生活什么建议 谢谢 OK 嗯 就像我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 这是一条 简单的道路 我的 我的理论很简单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权利 百分之百 爱你的我心 跟百分之百 爱你的父亲 因为只有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的心 才会停静一下 只是说 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想象 那个爱是不是 爸来跟我要钱 我就要钱给他 或者是 当这个 妈妈在抱怨爸爸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 应该要替妈妈出气 很多那些事情 很多那些事情 都会让我们的这个爱 扭曲了 在很多的关系里面 之所以这个家之鲁破碎 很多时候 那个主要的原因是 那两个人 无法和平相处 就是这里 他们两个不知道如何沟通 他们两个不知道如何和平相处 他们找不到一个沟通的好的模式 他们没有好的方式去面对彼此 然后决裂了 然后开始 这个人 埋怨那个人 那个人 跑掉了 然后 到那边又去 搞的 乱七八糟 然后回来 所有的这些戏码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这两个人 不知道如何和平相处 我们因为我们是孩子 我们就要开始选边站 很容易在这样的case里面 我们都会站在妈妈那里面 然后我们就 无法接受爸爸 甚至于不敢爱爸爸 甚至于不能跟爸爸太靠近 因为那好像会是对妈妈的一种背叛 这是很多人身上碰到的事情 但是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就闭上你的眼睛 你就闭上你的眼睛 你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你的父母亲就站在你的后面 这两个人 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最重要的 两个人 他们不需要符合你的习惯 他们不需要符合你的习惯 他们两个就站在你的后面 不管他们的行为如何 他们两个就是把你带来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你可以爱他们 这一份爱 换一种方式说 这个爱 这个字很容易 我们会 我们会有误解 好这样 你还给你的父母亲一个公道 谢谢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 谢谢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 和你想象你的父亲就站在你的面前 对你的父亲深深地一起过来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想向你母亲站在你的面前 可以跟妈妈说 妈妈属于你们的恩怨我要还给你 我只是个孩子 你们那些恩怨对我来说太沉重 我只是你们的孩子 想向你的爸爸妈妈站在你的面前 你深深地跟他们鼎鼎说 谢谢你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事情我要把他们还给你们 我只是个孩子 我要带着你们给我的爱 走向我自己的人生 想向你自己深深地 对她的心 谢谢她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睁开眼睛 手呼吸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对爸爸的爱吗 你猜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你的心 你感觉到你对爸爸的爱 但是你的头脑 无法放掉对爸爸的怀怨 It's okay 慢慢慢慢的 我们要 我们讲爱的那个字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对爱都不能不了解 但是比较简单一点 还给我们父母亲一个公道 那个公道是 谢谢你帮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对有一些人来说 谈爱太遥远 所以我们先 对某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来讲 我们先不谈爱 但是我们还给我们父母亲 那个甘有的位置 还给他们一个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很简单 就是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帮你自己做 你要幸福 要快乐 要金钱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为自己挣来 但是命这一件事 不是我们可以自己给的 一定要他们两位的成全 就单单这一点 谢谢他 然后爱 慢慢再说 但是 当我们没有对我们的父母亲 那么多的期待的时候 爱比较容易 因为有太多的故事 太多的往事 然后我再问你一句 再问你一句 我们刚刚前面也讲的时候 有谈到很多我们的意念 都在我们讲 当你没有那些故事的时候 当你没有那些 所有的那些故事 爸爸是怎样的人 妈妈这边 当你没有那些故事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由自在 所以你的父母亲不是他们的问题 你们听到我的逻辑没有 所以你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自在 跟你的父母亲无关 只是因为你带着那些故事 当你带着那些念头 你就不可能自由自在 但是当你没有那些念头的时候 就是一个自由自在 所以 该你父母亲什么事 各位你们实在是 后国师班 国师后 这个就是所有的问题的症结 当你没有那些故事的时候 你是谁 所以没有人在害我们受苦 是我们紧紧抓住那些故事的话 导致我们无法自由自在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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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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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 我们的水一